大家好 我是天狼 今天我们的小伙伴来问我 圆土能不能种月季 我觉得这句话问的挺有意思 估计不少话有也有这样的疑问 首先呢 圆土肯定是能的 并且它不比所谓的专用土 营养土差 但是有一个前提 你要对你的土很了解 我们说的专用土或者是营养土 其实大家都是配比过的 那么结构比较疏松 利于我们的根系发育 植物在里面它很容易成果 根系长得很舒服 很容易长得好 而且它相对来说比较轻便 干净符合我们家庭养花的需求 而且还增加了肥料可控 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而圆土的质地呢 不同地区差异很大 有的地方是红土 有的地方是黄土 还有地方是腐质制的黑土 还有一些是沙土 那么还有一些黏土像水泥一样的 那么土质不一样 使用它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办法或者是标准 难过指导大家 我这个土怎么用 那土怎么用 而且就是你同一块地 地头跟地尾的土是还是有差异的 绝大部分的米土 只要你对它有了充分的认识 在管理上适应它的特点 那么它都是能种花的 只是说我们会不会用 并不是说它能不能用 好不好用 当然会用的它是好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泥土我们都知道 我们地球上 泥土是承载植物生长的主要的基床 其实它里面的营养元素非常充分 很多营养都是很充足的 不会像我们用的机制一旦不给谁 它就不长了 你看同样在我们办公室小院养的花 你看这我们明星养的 你看养的有没有病 是一码事 但我们会发现 它养的这点都很粗壮 没有这种软塌塌的 而我们用的专用土也好 通用土也好 种出来花经常是软塌塌的 原因就在于我们泥土里面有大量的钙质 植株会比较粗壮 挺拔 长了你看 比较敦实 这就是泥土的好处 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大家 如果有条件的 你种花里面 你都可以放入三分之一 或四分之一左右的泥土 充分混合 你使用肥料上面会非常非常的容易 当然泥土有一个不好 就是长草 这个要注意 我个人始终坚持 每一种种植材料 只要你科学合理的利用 它都能给我们带来便利 当然我们养化的乐趣 不就在于此吗 就在于折腾 然后最后来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而不是说像教科书一样 来你过来弄完就照这么做 一家一东就有等于二 那我去买一个叉 鲜花回来叉又好 还干嘛自己动手了 是不是 这是我个人 当然可能就是一个愿意搞种植的人 是这样想的 如果大家想用点泥土尝试一下 告诉你一个 上野地里面去 哪个地方草长得好 长得高 说明这块土子好 能够连杂草都面黄激瘦的地方就不要挖这个土了 另外一个 反正能种粮食的 粮田里的土都是好的 我给你随便挖一袋 农民伯伯不可以去说你啥的 因为你用这一点不会破坏耕地 那么当然了 如果你觉得麻烦泥土很重 重又脏 就买现成盘就好了 都是好东西 好 我这天了 今天就到这里感谢观看 下次再来说一句